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一个黑龙江 一个四川 现在在哪儿生活 在成都 您在成都 对 两位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一开始也是经朋友介绍 15年就基本上稳定了 一会儿就五年了 难怪说那么多年了 那出现啥问题了 我来说吧 您说 我当时我觉得也可以不扯 结婚在一起生活 但是真正的在一起生活以后呢 我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只是作为朋友相处的话 有些问题就真的是很难 不好说 比如他就是很不讲卫生 从来不洗脚 因为我们只是个朋友关系 我又不能说他对吗 我只能给他端洗脚水 要他洗 然后呢 那些苹果这些 拿来就这样吃 很不讲卫生 因为他有很多地方 在屋里的 搞得很邋遢 我都不敢说他 因为是朋友关系啊 然后都是我自己 就默默地去弄啊 您可以提醒他一下啊 提醒他 因为他觉得我们是朋友关系 不高兴他就会走掉啊 我又怕这种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他结婚 是的呀 我确实有这个毛病 我承认 我现在我都66岁了 我是农村长大的 这种生活习惯不像你们城里人呢 那么讲究 是不是啊 甚至他都有洁癖了 我感觉 这么太麻烦了 这基本的讲究卫生是应该的呀 就是这些事的小事啊 很重要的事就是 我跟他俩只是朋友关系 他跟我提出了两点 第一 不能公开说 我是他的老婆 然后第二 不允许我给他视频 为啥呢 因为有一次 我 因为平时嘛 我有时候我要去儿子家里面 有时候我就打视频 跟他聊一下天啊那些 有一次我就跟他视频 他就不接 怎么都不接 然后我就说你究竟在干嘛呀 主持人是这样啊 我有原因的 一个是现在交通那么自杂 我正在外面走路 我要是接跟你视频 一走路耽误事 容易出交通事故吧 这根本不是 这个是第二次 我第一次跟他视频 他在一个那个火锅馆里面吃鱼 他说他是一个人在那吃 我就要求视频看啊 结果他没办法 因为我第一次要求视频嘛 然后我就看到他背面桌上 就还有一双筷子 我都不跟他说了 然后我第二次又要求视频 他就说他在马路上 我不可能给我视频 你是不是觉得他特有魅力啊 不是的 他一新朋友多吗 对 因为他是交唱歌的嘛 按理说 他是刚到成都的时候 一个朋友都没有 然后呢 因为他唱歌唱得好 他本身就交唱歌的 然后我的朋友圈呢 那些朋友都喜欢唱歌 然后他就去教他们唱歌 还有一次 他们有个朋友 发了票 说去看那个演出 然后他就跟他说 你给我搞两张票吧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 演播厅的门头拿票嘛 那女的就给了他一张票 我就说 那我的一张呢 那女的说 你的票管我啥事啊 当时我很尴尬啊 所以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 我是他老婆 他马上就说 你在这个场合 说这个要干嘛呀 我说的不对吗 本来就是嘛 我是不是你老婆呀 人家都问我什么关系 我怎么说 咱们俩就成川叔对的 对啊 那为啥不让我 跟你面前说我是你老婆 到哪儿我都跟你说 这是我老婆 这是神经病吗 那本来就是嘛 当着那么多人 他说我说这个要干嘛 不允许我说是他老婆 这事了 我就说他的不对 你跟你要票是没约好的 因为那个老师啊 是我唱歌的朋友 我在公交车上 你想一想 我能跟他汇报说 我今天我领我老婆来的啊 怎么怎么的 就是说你来了 我们继续去拿票 他给拿了就拿了 不拿了呢 我想这是 你跟他说是老婆啥用啊 没有用啊 没啥用 因为他已经问我了 他把我说得很下不了台 他说 你的票管我啥事啊 我就觉得我很尴尬 对吧 我没办法 我只好这样说一句 那您在公交车上 怎么跟他说说 我需要两张票啊 我今天带我老婆来的 因为公交车太吵了 我没想到 他也不是发票制 我以为就是 当时已经报名登记了 当时就进就完了 这是一个 但是我这句话 错在哪里啊 我就说你生 你那个矜持点 你到哪儿 咱们俩往那一站 人家肯定是 咱们这个岁数肯定是 是这个老伴或者是女朋友啊 你老强调 你说你是我老婆 但是我这句话 我说了 你就 你就跟他说一句 对 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婆 不是就没事了吗 你就当着人家就说一句 你说这个干嘛呀 你说我当时的心里怎么想的 那没有关系嘛 人家都问我 人家说给你 别吵了 对面的这位是您的什么人 准确地说就是女友 行那就承认是女友 那主持人 我还说这 我刚才说的 他说我没扯证 就是说我们原先呢 在第一年结合的时候呢 就有约定 我说我们俩工资呢都不高 要说我养着你呢 或者你养着我 这都不现实 咱们俩就挨着 去处着 因为我呢 完全比他质量低 这个就是说钱呢 也不是他多 房也没有 但是我就正确 我跟你呢 咱们俩是都爱好点艺术 唱歌歌了 都爱好个旅游了 这咱们俩先处着看 万一要是合适 咱们有可能几年之后呢 那个登记也不成问题呀 您在住哪啊 我现在住成都 跟他住一块啊 住他的房子 A制是吧 对对 给人付房租了吗 虽然没付房租吧 反正这个一个月下来的相关费用啊 我觉得呀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 这分的还挺清楚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啊 出一个精神生活 对不对 钱不是问题 因为大家都有工资的嘛 都能过得着走 就是大家精神上能够过得去 我觉得是有一个陪伴 老了有个陪伴 但是他现在我不跟他扯 结婚证就出现很多问题啊 比如说他不承认我是他老婆 然后呢 我在这件事情上给他争了以后 他就说 那我就走人 他老是用这种走人来吓死我 是这样 因为我叫哥吧 我是真是现爱心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 咱们说学一回音乐 退休了还能发挥余热 咱们不能老跟钱较劲吧 他就说我 你不要钱 你是不是看上你了 你不该怎么都会不要钱 我跟你讲嘛 就是上个月 他那个发高烧 输液 头天是我陪着他去输的液 头天晚上我就去我儿子家了 第二天早上 他自己开着车 去输液 然后还路上去拿一个女的 我因为都是第三天早上 我跟他俩在看手机的时候 突然手机上面 七点过去 出现一个 我刚起床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把他手机拿过来看 我说谁这么早在跟你说 他刚起床 结果我一看那手机上面 昨天他开车去接了这个女的 他去输液 然后今天早上一早六点过 他跟这女的留言 说今天我那个买了菜过来 我们俩在哪里等 你说这个事多奇怪 而且 是这样主持人 这个事吧 没有成事 他说是我 我说我正好吧 就是怎么事呢 他这个 他没有成事 他有腰腿疼也不好 有预谋是吧 他就说 他说王老师 你看看附近哪有能看腰腿疼的 我说那个 你都说没有 你都在输液 你去接人 正好我说你上那个 就是社区医院 我也去 正好我开着车去 你去的话我接你 咱们一块去看看能不能检查检查 就这么事儿 再一个这个问题呢 我说起来 我爆料一下 是不是啊 既然心里都有隔阂了 我不说白不说 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 他那些朋友圈里的 都瞧不起我 就说闲道 但那都有了 一个外地人 说你跟他又没扯证 这也没有安全感的 你干脆离了 我跟你介绍一个 结果 在前两年就这事就发生了 有一天早晨 他的电话就响了 他没接 不正常啊 完了你必须接 完了之后他就接了 接了一个男的 就说啊 说是那个 今天咱们不是订的 看你妈去吗 你老妈不是有病了吗 我再跟他说 哎呀那不用了 王老师今天陪我去 你看看 这个人说明啥 这个人说明什么问题啊 我抛根问题之后 他说了实话了 他们同学就说 你跟老王肯定不行啊 干脆我跟你介绍一个 同学领着他俩去约会 都看朋友了 相亲了 还说啥 我这个事从他那个我也忍了 后来他就怀疑我有女朋友了 这不就这么事 听懂了听懂了 两个人谁也没闲着 现在我听您的意思是 希望跟他结婚对吧 对我是这样的 对人家想跟你领证 你跟不跟人领 对 这不简单吗 你说我怎么结吧 这个婚 有隔阂了之后 最近就是我不是买了个车吗 原来他那个朋友圈子 是个房车协会 三次十万的房车 他们经常出去一块玩 玩之后呢 他就玩上瘾了 就这么呢 他们那个朋友圈儿 朋友圈子就劝他说 你也买房车得了 叫老王也学个车 我说这挺好啊 我就学了 学了之后呢 他就想买房车 都是三十万的 我说我这个买不起 后来我就抓紧速度 我就买了一个 不到九万的小车 失去面子了 从那根我就成不管言了 没话说了 咱回归到主题 您想领证您不想领 是这意思吧 对对 我现在还不想先领证 因为啥呢 这还分手吧 行吗 分手 这个问题我也没想过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啊 他每个月给他老婆六百块钱 他养着他老婆的 也就是说如果 前妻 说好了 前妻不是老婆 如果我不跟他扯结婚证 他是有后路的 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就得癌症了 因为他跟他老婆分手了嘛 得了癌症以后 他就回到老婆身边了 他就这件事情 他有时候要会跟我说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 其实我有一只眼睛是瞎的 我是那个四万毛脱落 前几年 我看不清楚 我就想有一个老伴 以后我 万一这只眼睛再瞎呢 我就啥都看不到了 我找一个老伴结了婚 比如说以后 我眼睛瞎了 他会牵着我 对吧 如果他生病了 可以请个保姆 他可以指挥保姆 照顾我俩 但是他不给我俩结婚 他又遛了一个后路 他那个老婆 他养着他 以后他生病了 他就回去了 那我咋办呢 哎呀 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是啥意思呀 直接说我说得很明白 就是说咱们俩处几年 真正处了五年了嘛 适合登记的时候 啥时候适合登记呀 因为他呢 你看现在是这么事 他有一个儿子 还没成家立业 负担也很重 我说你爸爸 你儿子成家立业了 你能诚心跟我过日子了 咱俩呢 前天全日子能在一块的 你现在是半个月 可家两天三天五天 完了你出去旅游 你那圈子里 是不是出去旅游 因为我现在眼睛不好嘛 我能够看得见的时候 我就想赶快出去看 看世界对吗 以后我眼睛看不到 我只能在家里待着呀 所以我真的是就想 跟他扯情婚证有个保障 行 那就别聊了嘛 找一个愿意娶您的人不就完了吗 对呀 我所有朋友都这样跟我说 不说事吗 但是我跟你讲嘛 因为他从来不会骂我 我的要求很低 在家里面只要不给我吵架 我就很满足 因为以前我的老公就是 经常打架 吵架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点离不开他 我就觉得最起码他不给我吵架嘛 我觉得就自主 您的要求还真是挺低的 对呀 对于光明的时间 在他认为不多了 所以他希望有一个人 陪伴他到世界上去走一走 看一看 愿意吗 因为我们俩有这个隔阂了 现在呢 您就说您愿不愿意娶 我现在条件不行 人家没问你要什么条件 对呀 那行啊 可以啊 咱们这么想理 咱们对着这主持人和嘉宾朋友 咱们这不说 我要跟你领证 可是我现在名下没房 你那房能分给我一半 写着我名吗 你这存款比我多 你咱俩都共同使用 行不 你不要多给你儿子 咱俩留点过河钱 行不 我这个要求高不高 你这简直开国际玩笑 你看看怎么样 本来就说好的 一只一起生活 对呀 说一只五 说好咱们不登记呀 行 听说吧 想结婚 找愿意跟你结婚的人 这就简单嘛 咱年轻人咱就这思路嘛 这么老能拿你去找 我跟你讲 现在男的少 女的多 我们老年人 而且 我猜就这样也可不对 叫他在找啊 咱俩都是男的 你不像着我 你怎么像着他呢 你啊 不是 他想结婚 你不愿意娶呢 我当然只能跟他说 您在找嘛 你 行行行 你给他找 他天天给他找一个 能找着 我甘心办下方 行不行 看见没有 把自己当优质资源了 他现在牛得很 他为什么牛啊 因为他是男的 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 太多了 还真别激我们 我们这儿专门有做 中老年相亲的 手里大把的资源 品红老师 我就要求你一件事 帮这位女士 推荐一个 或者推荐我们 这有专家老师 你要听主持人的 条件比较好的 对吧 但是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所以你啊 因为魔狠 好困难 所以你该啊 哎呀 下面的事怎么办 交给你们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李阿姨啊 您觉得这个证 领了之后 王大爷他前妻 如果突然生病了 他就不会回去 管他前妻了吗 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对啊 但是如果他 那这证对您 有啥意义呢 因为他现在在门外面 到处找女人 然后他说 领了证就不找了 他说我跟你那样 只是朋友关系 你不高兴 他就说我找人 我天哪 人品就是这样的人品 你指望用一张 结婚证改变它 但是我眼睛瞎了以后 他会管我呀 夫妻他会管你呀 他现在都可以 跟别的那个女的 怎么怎么样了 你眼睛瞎了 他会管你吗 他有责任 有义务呀 你觉得 你一张证就可以让一个人 必须要履行 他的责任和义务吗 对呀 那婚姻法要求的呀 婚姻法那您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因为他打我呀 经常打架呀 所以我受不了 我才离的 因为他不骂我 对呀 那这还犯法呢 家暴犯法呢 不照样犯法吗 因为我受不了那种打架 所以我才离婚 是你受不了打架 你受得了外面 找别的女人是吗 因为呢 我跟他脸是朋友关系 他才出去找呢 如果结了婚 你就能保证 他一定不会在外面 找别的女人了是吗 他就找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 就希望他要管我呀 所以您的要求特别低 就是管你就行是吧 对呀 我告诉你 敬老院 那眼睛瞎了怎么办 敬老院 敬老院哪 眼睛一对一 VIP服务 李阿姨呀 如果你只是希望 后半生有一个人 能照顾你 带你走路 不要给自己的儿子 添麻烦 作为妈妈我能理解 让儿子觉得放心 妈妈身边有人照顾他 儿子最放心的是什么 就是去敬老院 因为知道在那边 会有照顾得很好的 别的不多说了 就这样吧 谢谢 期待一个人 照顾你到老 你选他 这连一句真话 都跟你说不了的人 你托付给他 他们骗死你啊 我走路怎么不能视频了 我站到视频一会儿行吗 我开着车 还得把车停旁边 我给你视频一会儿呢 是不是 就是为了作恶呀 在外边 这老师更坏 我还没说完呢 你再说我们俩 一会儿就维持不下去了 你看今天到天津 你们专家也向着他 在那个我们成都 他那个朋友圈子里 也向着他 你说我还有好吗 你们有反思吗 那为什么要向他 我有反思 对啊 你反思是什么 反思我就是 刚才我说完 你为什么觉得害怕了 只要他 你做亏心事啊 不怀疑我和任何女人 有关系 你看我这头不白这样了 我有那个闲心吗 你从今天就答应他 每天在外面都视频 第二带他出去都说 这就是我的唯一女友 好吗 因为刚才川哥在反复问你的时候说 他是你的什么关系 你哆嗦了半天那个嘴 说出来的是我的女友 行 你们年轻人叫女友 就不行我们中老年叫女友吗 我因为女友更时髦 更是热恋当中的 保持这种新鲜感 所以他就是女友之一 他不是未婚妻 也不是老婆 也甚至都不是唯一女友 我让他说 他都不肯说 对不对 你对得起别人的期望吗 你现在敢付诸这个期望吗 给他吗 敢 那你跟他领啊 不领你就把他废了 其实我真是采访过 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 就是老年人吧 想为自己的老年生活 留点后路可以理解 但我真没见过你们这么 完全是留着后路 不为眼前人着想的 叔叔你别笑啊 就您这样呢 放到我们这个老年相亲节目 且不说现场愿意和您牵手了 人间电话就没有 您别以为自己一身正气 你给自己留了太多后手啊 你说你给前妻那钱 你说你现在那些女学生 你说你现在生活方式 不跟人领证 时时处处防着他 时时处处想着自己 回头他真不要你了 你真不好找 阿姨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 知道对方得爱症了 我就得和他结婚 我要把他送走 为什么 真的是爱 您这说了就是 我得找一个人将来 当我的眼睛 让他盯着这个护工 您这价值观说出来 谁还敢找您啊 本来您条件也不错 但踏踏实实找一个 彼此欣赏相爱的 而不是找一个 来您这儿有个落脚的地儿 也不跟您真处 结婚证都不领 您何苦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了 老得更要有尊严 更要知道 我们去再嫁再娶 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了 很多晚年生活的 真的相爱 而你们这个真的是 不好的榜样 我觉得你们是少数 很多老年人还是愿意 付出真心 相邪到老 希望你们能够树立正确的 爱情观 婚姻观 付出真爱 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 下一段陪伴你的那个人 今天我给你模拟一下 就真的结了婚 你要真瞎了 婚姻法是规定了 夫妻之间有抚养的义务 这个抚养不是 那个孩子那个抚养 是抚一下那个抚 那么这个抚养的义务 比如你瞎了 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比如说她今天 在你床头给你放一瓶水 她出去了 跟别的老太太跳舞去了 她进到义务了吗 她进到了呀 我给你水喝了呀 明天她带别的老太太 到你的房子里面 吃饭 你拍桌子骂 你说你坐下吃啊 我给你一个碗啊 她进到义务了吗 她进到了 你开心吗 她给你吃给你喝 但她就是 白天出去找老太太 回家还是找老太太 你怎么办 伸手给你要钱 跟你说要我照顾你嘛 办套房拿来 不然我不照顾你 你怎么办 我觉得 把每个人想得太坏了 不好吧 是 你把人往好了想 然后呢 你前夫是不是打你了呀 我不是说 一个人一定那么坏 我就是告诉你 有人跟你说 要结婚要领证 就给我办套房 这样的一个人 坏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不坏的可能性 人瞎了不可怕 各种机构 还有包括你的子女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你 人不要因为将来有这个可能性 就慌了手脚 我还是要劝您去 嫁给爱情吧 谢谢 有几个细节 咱们把它复盘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 难得不好找 马上就说了 你在天津给他找一个 能找到比我好的吗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调侃 玩笑 仅此而已 对吧 于是我也幽默了一下 我就请阎老师介绍一下 当知道了手里有 真有这样资源的人 坐在这的时候 怎么不再玩笑了 真着急了呢 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 五年 一个在成都 无依无靠的老人 因为一段情感 拓展了自己的朋友圈 因为一段情感 她至少有了一个 看起来温暖的家 那么这个女人 值得你珍惜吗 需要做得那么薄情寡义吗 生着病还撩耻 这说不过去了吧 你们俩的这五年 算什么了呢 我就不信 没有证 就没有真感情吧 这一加一 在等于二吗 结婚证 对于中老年来说 它还真是一个情感指标 因为中老年人 领一张结婚证 就意味着 要放弃彼此的猜忌 要在结婚之前 规划好各自未来的生活 放轻松包袱 才能走在一起 这种爱才是最可贵的 你爱她吗 你敢拍着胸部 说你爱她吗 你愿意照顾她一辈子吗 愿意 但是这领证 我们就是条件 我还是不坚持 条件不具备 行了 我们该说的都说了 接下来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这个年龄了 真的我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刚才专家说的这些 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劝我的 哎呀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刚才通过专家和主持人呢 我认为我李区 形式上确实是给人造成了这种错觉 实际上让小李这五年 让他心里违想的时候 我尽管有这样的 那样的缺点和不足 甚至说花心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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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您别做检讨了 好好想一想 就是到底 愿不愿意跟这位女士 真的走一辈子 您琢磨琢磨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接下来就看看 人家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呗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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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